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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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宣传文化系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希望通过四个一批人才的入选嘉宾的访谈 展示四个一批人才工程的成绩 体现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 弘扬爱国 为民 崇德上亿的良好风尚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天津市青年金剧团的 国家一级演员孟广路 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 首席演奏员国家一级演奏员江克美 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山冲 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吴碧霞 有请 给我千少姑娘 舍上了儿子 故走下 给我心儿 撒起来 爱 撒起来 人家的闺女儿有花呆 我爹 吃手不得买 舍上了儿子 红包人 给我撒起来 撒呀撒起来 落在小风中 小娃花里那 福田当我的妈妈娘 叫老一生 她叫麦子洗菜 行哪 说噔噔噔噔噔 说她叫麦子洗菜 行哪 啊 那一笔为 年少的果果 啊 皆留了的 该故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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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今天艺术人生的舞台 那不同于以往 我们在舞台的侧台上 放了一个鲜花装扮的桌子 这个桌子呢不是一个装饰它是有实用价值的 那是一块手写屏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艺术道路上 滋滋以求走到今天 在我们的心里一定有一个精神支柱 在支撑着我们走到现在 会让我们去战胜困难 会让我们在获得成绩的时候不狂不躁不骄 所以呢我现在首先想请二位呢 每个人把自己心里支撑自己的 那个最重要的点写在那个手写屏上 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不好 谁先来 王老师先来 一步奔 天下转门出现一场金发了 大雨如荒天 好 来 我们看到写了两个大字叫奋进 为什么 因为我想干艺术 我现在感觉到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经济演员 现在我岁数不大 但是呢也不小 唱了也四十几年了 可是到现在 就是刚刚可以说是明白一点 慢慢地就会带徒弟呀 或者为社会做我们这种爱心 没有坚强的这种意志 是不行的 不懂得奋进是走不到今天的 好的 谢谢 来 有请山中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这是我的同事 林安松曾经出过的 一本书的书名 叫《痛并快乐着》 为什么呢 因为舞蹈演员非常辛苦 从小就是这么几十年 一直跟伤痛是连着的 这个身体上的伤痛 包括心理上承受的很多的压力 但是我非常快乐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 都是非常快乐 因为我们是乐在其中 痛在其中 也是享乐在其中 痛并快乐 好的 来 请坐 我能问一下 山冲你跳了多少年舞了吗 三十一年 三十年了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从几岁开始跳的 十一岁 完了 年龄给人家暴露了 十一岁开始跳舞 跳了三十一年 但大家看上去像吗 不像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 就是舞蹈带给他们的 有很多舞蹈演员 都会觉得很年轻 不光是容貌年轻 心态也非常年轻 三十一年 舞蹈的训练和演出过程当中 你受过多少次伤 这也记不清了 最严重的一次 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受的伤 我记得就是说 可能我可以分两件事情说 一件事情是在我 我印象特别深 在我这个 在杭州浙江省医校 上那个中专的时候 第六年 六年几块 毕业前的大概两个月 我突然就是突发心的 肋风湿关节炎 全身所有的关节 只要是关节的地方 都不能弯了 就特别疼 就突发性的 然后我是怎么去的医院呢 是我们同学抱着我 因为我所有都不能弯 抱着我 然后就这么去的医院 直直的 整个人都直的 当时我母亲知道以后 就过来 整整照顾了我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 我才能全身 才可以自如地动 然后在这种情况 我当时其实挺绝望的 就觉得可能就是说 也许从此 可能跟舞蹈就没有 没关系了 就舞蹈离我而去了 可能 但我自己真的 从小特别喜欢舞蹈 所以我自己也偷偷地哭 实际上我妈妈背着我 也在偷偷地哭 因为她不知道 知道我能不能好 等到一个月以后 我能动了以后 我是咬着牙 坚持去的练工房 恢复了大概半个月以后 我就参加了毕业考试 依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 那个毕丽啊 这就是毕丽啊 你说还有一件事是什么 还有一件事是 我在排那个舞剧 那个在苏州式歌舞团 排甘江墨爷的时候 我的颈椎就扭伤了 晚上就要演出了 然后前一天的晚 今天晚上演出 等于前一天晚上 我睡觉的时候 疼得就说睡不着觉 翻身都在 哎哟哎哟把我们那个导演 急坏了 后来因为没有毕举 当时只有我这一组 所以怎么办 我必须得上台 不上台所有的观众 全部在 等于是这个演出的票 就作废了呀 当时后来叫了一个大夫 我趴在那里下午 趴在那里后背 扎了二十多根针灸的那个针 就强制性的让我能够动 虽然我还很疼 但是我 我能够就是这么动了 所以我晚上坚持演出 把这一场舞剧给演完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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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自己知道 好 你能不能告诉大家 你现在每天还要坚持练功多长时间 最少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吧 每天 每天 要坚持 除了演出之外 就自己练功 必须要坚持的 这一点我证明 在全国政协 我跟山冲 我们两个人在一个界别 每年开会的时候 都住在一个楼道里 我们 这个楼道里的人 基本上 早晨 都是被山冲叫醒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楼道里练功 有时候会出来点动静 就把我们叫醒了 那我就反过头来要问了 我说你看 应该你们都已经功成名就了 该拿的奖都拿遍了 完了以后 该跳的舞也都差不多了 舞剧啊 独舞啊 什么都跳过了 还那么拼命干嘛呀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 舞蹈是我这一生 要为之奋斗的一件事情 是我自己所选择的 我这一辈子 我选择了这个职业 我是把它作为 我一生的目标去实现 去奋斗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不想做给别人看 我是做给我自己看的 也是做给我自己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要问心无愧 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对得起自己所从事的 这门艺术 对 好 接下来我问一下广路 广路是从多大开始 学习京剧表演的 从四岁 四岁就开始了 那时候你懂事吗 但是就是喜爱 喜爱 从小就喜欢京剧 那这家里就是 懂事的时候 连个半导体都没有 因为家里条件都不好 所以说呢 谁家要有半导体 要放京剧 听的就是这个 所以那这从那这就开始唱 京剧演员练功是非常艰苦的 对 在我十 十九岁的时候吧 这个右腿就半眼板切除了 半眼板就切除了 粉碎性骨折了 受伤了是吧 对 就那还练 那还练 不练 有时候台上你用了一下就没有 要不下那个功夫 在台上就没有那样的风采 有的时候在台上有跪的戏 有跪地的戏 我都里边 观众不知道 里边我都是绑好的 因为跪了之后起都起不来 有时候浮水 就汽水 浪将军 你这是何意呀 哎呀 陈相啊 连破连脉 居公自傲 深甘陈相 以国事为重 宽宏人仰 连破 愧无面目 来见陈相 人仅深被尖掌 青来青醉 猛成相 您在通常的反抗 你打也打得 马也马得 还猛地要走走地 指教猛 我是怎么说呢 现在越演越害怕 真的 越演越害怕 原来就是觉得 因为没有这些个奖项 各方面又是小 也就老是能原谅你 包括观众 现在越来越大了 感觉到一种责任 上台之前多熟的戏 基本上中午 在睡觉之前 穷头到尾 整个摸一遍 往往有时候在台上就是 不要紧的地方是睡觉紧的 砰 真要闪失一下 真是一身害 真是 家里有人从事这门艺术吗 没有 没有 我的母亲看见我一出汗 每到回到家 真是胖 都是一搁地去就啪 下来 都是不是哥哥那儿 哪次都让我说 广路你别干了 实在太累了 那是小的时候 汗都老多老多的汗 反正你觉得你的喜欢就是天生的 不是 我就喜欢 天生的 山春在舞蹈界有一个 比较响亮的绰号 叫舞蹈狂人 这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练功练得很苦 这个我也不清楚 舞蹈狂人可能是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因为 就是说 我从十一岁练舞蹈 就81年开始学舞蹈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别的想法 我除了舞蹈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要干别的事情 所以可能就是说 而且每一次排练啊什么的 我都是 怎么说我认为这个是应该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我是舞蹈狂人 我认为你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去做好 一定要做到最好 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到最好 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的 其实舞蹈呢 是一样挺残酷的艺术 对 我们经常说它是吃青春饭的 对 你其实在舞蹈演员里头 年龄大的了 已经绝对是老龄了 老龄老龄化了 是吗 对 在舞蹈演员里啊 虽然看上去不是 但是从年龄来讲 年龄上说的 他应该是这样 很少有舞蹈演员能够跳过35岁 尤其是女舞蹈演员 35岁还在跳舞剧的是非常少 非常少 对 你现在还在跳着舞剧的主角 对 那有没有想过除了舞蹈 你等于说现在所有的生活 舞蹈几乎是你生活的全部 应该是的 你真的 也许这个话我问出来有点残酷 你有没有想过 真的当有一天 你在舞台上跳不动了 要离开舞台的时候 会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我这辈子是不会离开舞蹈 我可能会离开舞台 肯定的 可能再过一段 我可能跳不了了 年龄再大了 我会离开舞台 但是我不会离开舞蹈 我可以去 我一直真的 我曾经尝试过 因为我现在太忙了 一直自己在演出 我特别希望就是说 把我自己现在的一些 就是舞台的经验 我去告诉那些年轻的舞蹈演员 告诉那些在大 那个舞蹈学院 什么上学的那些孩子们 我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以后 我认为他们可以就是说 因为舞蹈演你说的 是吃青春饭的 他的这个 能够从事的这个时间是特别短的 那么从学生毕业到作为一个 到成为一个成熟的演员 他中间有一个时间段 我认为我自己走了这么多年的经验 可以总结出来交给他们 告诉他们 让他们缩短这个过程 那么他们可以就是说 从学生到这个 成熟的一个舞蹈演员 可以缩短过程的话 他们可以在舞台上 更延长他们的艺术生命 我觉得 我明白了 就是把自己 这么多年从事舞蹈的经验 再传授给下一代 对 让他们能够在舞台上 能够缩短这个过程 更好的战化 对 好 这个应该公主长 网络演了好多戏 无数的戏 据我所知 您好像非常偏爱郑和夏夕阳 有这事吗 郑和夏夕阳这个唱段非常好 非常好 您是怎么着 您是在那个唱段当中找到了 您独特的那一面 还是其他的什么 您偏爱这个戏 他整体的音乐 嗯 都编制得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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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跑去浪在你阴暮中平息 大海在你一只骨尖退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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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啊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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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样在你怀中 升起月亮在你怀中停靠 啊 升起月亮在你怀中停靠 因为在你身边长高 在你身边长高 我好多的戏 以前什么锦袍琴啊好多 都是跟郑和的脸谱差不多的 所以说这次郑和夏希阳参加 因为郑和是一个回民 所以我当时的思想 我开的车脑子想用 我一定要找到非常正宗的阿红回民 叫我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是什么字 代表回民这两个字 我要把它变成脸谱 画上 或者是弄成一种她的那种服饰 都站在我的服装上 乍势地参加少数民族的演出 更加有味道 你要用阿拉伯字把它变成脸谱 画在脸上 对 我脑子里现在正在想那一事 正在琢磨这事呢 对对对 现在还没琢磨好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好 那说不定这个又会有一个新脸谱诞生 看吧 这个很有创意 这个很有创意 很有创意 这就是 我在家里也是一样 我在家里睡觉 我脑头都是一个录音机 一个笔一个纸 我那什么时候 又想起来一个新的东西把它记下来 明天带别的系列或什么时候 就能用上 就能用得上 对 我始终是觉得 其实一门艺术的发展 可能最重要的 除了培养本身的后辈人才之外 还需要培养后辈的观众群 是 你比如说京剧 它可能需要青年观众 对它的喜爱认可 它才能够有日后更蓬勃的发展 在这些方面您觉得 整个京剧界目前的状况 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 应该是两步 第一步 必须得继承 第二步 必须得发展 如果我们原地踏步 就是退步 所以我们也要是 把我们的观众 领进去上来 不但有听觉 还有视觉 好的那种 这种更加完美的 时间更加紧凑的这些东西 都在舞台上 那些好的序幕 这样的观众 观众多了 这第一个剧种就有好处 真正能够吸引观众来 对对对 先让它走进剧院 再去了解这门艺术 对 好的 回到四个EP 问一个具体的 你们入选四个EP之后 有没有给你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个我特别关心 我们的 因为我们选到四个EP 可以说 对于我们本身来讲 非常荣幸 也有这个好的机遇 就是选上我们 但是呢 国家呢 对于我们来讲 培养我们 就说你们拍这么细 各方面 那还是有 要有什么新想法 对 国家会要 投入支持你 对 你呢 是的 我跟孟老师其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 四个EP给的是荣誉 实际上那个 他说你自己 如果你想办个人的专场 或者是晚会 对啊 包括你有新的作品啊 可以就是说 他们会给予一定的 资金上的支持 对 资金上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其实对我们 四个EP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 首先是 就是说 国家给我们特别大的 一种 实在在的 对很实在的 也是很大的肯定和支持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为什么我刚刚说惶恐 我就觉得我自己 可能还要更要努力吧 嗯 那赶紧啊 抓紧办一个专场啊 好 正在考虑呢 正在考虑呢 对 正在考虑呢 那太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声 是吧 接下来呢 我觉得 应该在这方舞台上 虽然舞台不大 但是应该在这方舞台上 为喜欢你们的观众 真正的表演一段 好不好 谁先来 那我先来吧 啊 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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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好 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3年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和人事部 下发了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作意见 我们的根基永远是我们的观众 你就要无怨无悔为能现出一切 你要创业一切 艺术人生将连续12天播出 为您陆续邀请四个一批人才 文艺界中的部分嘉宾做客节目 解读他们自己多年的艺术感悟 唱台心中的坚持与担当 我是一位家园的守望者 艺术家云章会发现的影星 努力了付出了 我无怨无悔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谁先来 我先来吧 我来什么 拿哪个 是不是拿手持的好一点 喂 拿手持的好一点 您来哪处 我就 因为我没有准备演唱这个 我就唱 就是给大家 就是所谓一同 报答大家这种对我们戏曲的支持 我给大家 小声地唱一下郑和夏夕阳的唱段 里边有一段妈祖的 因为我们郑和里边的戏也有舞蹈 又有舞蹈 因为郑和到了全世界各个地方 每一个民族都有舞蹈 里边有妈祖的唱段 马祖啊 马祖啊 你是那四行土土的神木 你是那平安晚航的依靠巨浪 在你宁梦中平息 但还在你一只骨尖 退潮 好 好 真棒 真棒 没过瘾 真没过瘾 我再唱一句 保龙头大祖 再开 福 安福 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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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 光路来 咱哥俩到这儿来 他那个当心踢着咱 我表演一小段 就是铁道游击队 最后那个方林嫂 在那个 那个就是 游击队跟日本 日本兵打到最后最激烈的时候 打到最后精疲力尽的时候吧 方林嫂是 他拿着鞋底 坐在那里 纳鞋底的那个动作 来激励就是说 告诉所有的战士们 不用怕 继续去战斗 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后面 是最 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所以这种 对 这个 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一段的意思 我们看的时候 对 所以更有意义 要不他 没头没尾 可能怕接不上 对 能有一个什么 你就拿我那稿子 当鞋底 对 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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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 我说一句 百花串中 百花串中 蝶飞舞 百花串中 蝶飞舞 你是那蝶 你可以这么想 或者是要求自己 是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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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所以在这儿 我真的祝愿你们的艺术 能够长青 祝愿你们有更多的 更喜爱你们的观众朋友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那首先呢 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青年指挥家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 李星草 有请 这 这 什么这个那个 本来是不想说了 结果这一下又来了兴趣了 音乐学院的那个 那个秦方楼啊 这个亮着灯 星光点点的那样看着 这是钓耳术 是钓耳术 个人 又是钓耳术 是钓耳术 钓耳术 胳术 需要 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 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但我听我导师说 他是因为可怜我 才把我招进去的 可怜你 对对对 我没有导演协会 但实际上 我们的真正的一种 工作和生存的状况是 我们各自 其实是在各自为战 以前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电影是我的孩子 可是我现在觉得 孩子就是孩子 电影是电影 对 就是这个电影 这个不是孩子 电影是 怎么描绘呢 电影是我自己 可是我还需要一个孩子 就是这个 这个很重要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文艺界特别节目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 落实人才强迫战略 进一步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2003年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和人事部 下发了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 人才培养工作意见 我们的根基 永远是我们的观众 你就要无怨误会 为它现成一切 你要创业一切 艺术人生将连续12天播出 为您陆续邀请 四个一批人才 文艺界中的 部分嘉宾 做客节目 解读他们自己 多年的艺术感悟 唱台心中的坚实与担当 我是一位嘉宾的手腕者 艺术家永远双会发现的眼睛 努力了 我付出了 我无怨无悔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